《偶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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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能跟你想像的 那種給小朋友看的不一樣 它本身就有一個 很強烈的議題 就是生跟死的這個議題存在 在我們不去碰它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它是沒有生命的 可是我們把它拿起來的時候 它變得有生命 可能我本身就喜歡 玩玩具或是 玩物件就是對我來說 我很不喜歡物件就是 它原本的使用方式 就橡皮茶就一定只能拿來插 或是筆就只能拿來寫 我覺得他們一定有別的方式可以玩 《偶》對我來說是 另外一個同伴 是我有時候是我 延伸出去的一種情感吧 它代替我表達 我想要表達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同伴 給我是相當有安全感的 偶戲對我來講就是 我可以完全進入到 另外一個想像的世界 真實的虛幻的 未來的夢境的 潛意識的 很多很難被 語言述說的東西 藉由偶的一品一笑 或是它的一個呼吸 它的一個手勢去牽動你的一些想像 一般我們會幫戲偶分類 我們會採取使用操作的形式來做分類 大概幾個類別 一個是把手套進去操縱的 我們扮稱為手套藕 它有可能是這樣或是這樣 或是用不同的手指的形式去套入 再來就是 帳頭藕 它身體裡會有一根垂直的棍棒 然後你支撐這個藕 來做操作 操作它的頭部 指頭藕 指頭藕的操縱感就會在藕的頭的後面 後方 然後操藕者也是拿這個頭 所以叫做指頭藕 懸絲藕 就是大家會想到那個很多 我們畫藕都會喜歡畫很多這個線 就是藕身上有綁著線來操 拉動牽動 另外還有引藕 引藕的部分就是大家不會看到藕的本身 是看到它影子印在螢幕上的樣子 看到的是它的影子 另外還有就像遊樂園裡面 大家會看到那種吉祥物 就是穿 整個人穿在裡面我們叫做人偶 大概傳統上會有這幾個大的類別 因為現在影像很氾濫 我們可能會看過卡通或看過各種特效或動畫 他掃了一個東西是 是後面有個人去操作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個超老師他很專注的在 在戲偶上面讓這個戲偶活過來 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迷人的 感受他然後讓他做到他能做到最好的 其實無獨有偶的演員訓練也都有這一塊 就是我們會很強調說 超老師是跟著偶的心情走 而不是超老師是去控制這個偶 超偶演員必須要有意識到偶跟自己的關係 或者是我們是同樣的出現在觀眾面前 那種默契跟呼吸的契合度 其實這個很需要時間 那他有的時候就是你要長期的跟偶相處 那有一天就會蹦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個人他在那 但他完全消失 就是我只會看到偶 我不會看到超偶事 對我來說在台上表演最大的樂趣 其實也還是玩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到這個年紀 然後還繼續繼續的在台上玩玩具 我覺得這是很開心的事情 為什麼不繼續做下去 這些事情 跟大家說明